京族三岛回归祖国后,现在住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纵观史书。 京族三岛上的主要居民是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人口约三万人。 京族在我国人口数量较少,但是在越南却是越南的主体民族,越南人口的86%都是京族,我国的京族和越南京族是同一个民族。 那么,为什么越南的民族会生活在我国的土地上呢? 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入我国,成为我国56个民族的一部分,归我国管辖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南疆海域的京族以及他们的居住地。 京族三岛 说到越南,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复杂,曾经是中国的重要盟友,两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然而,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越关系却急转直下,最终演变为敌对状态。 在过去的蜜月期,中国曾将京族三岛借给越南,以支持其建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越南在建国后却违背信守,一直不愿归还这三个岛屿。 在交涉的过程中,越南的野心逐渐显露,导致双方最终走上了军事对抗的道路。 关于京族三岛究竟有何重要价值,以至于越南为了这片领土,不惜与中国决裂。 目前,这片领土的发展又如何呢? 京族三岛是指我国和越南交界处的三个小岛,分别是乌头、万伟和山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下辖的江平镇。 这些岛屿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被称为京族三岛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区域是京族在中国唯一的聚居地,超过一,一万的京族人在这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占据了中国境内京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据历史记载,京族三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这片领土最早在秦朝时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派遣五十万大军征伐南方的百岳之地。 尽管这片地区环境恶劣,夺去了不少秦国将士的性命,但最终百岳地区被收入囊中。 秦始皇在这一区域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如今的两广地区以及越南中北部的领土就在象郡之中,京族三岛自然也包括在内。 因此,从秦朝开始,这片区域就成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近千年中,京族三岛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一直持续至北宋初年。 与强大的汉唐不同,为了避免天子、兵强马撞者为之的局面,宋朝采取了偏向文质而抑制武力的国策。 尽管这一做法防范了将领背叛的可能性,但也使得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大幅减弱。 军事实力的减弱使得宋朝逐渐失去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朝廷被迫实行强掌核心地区而松懈对西南及西北边境地区的管理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西南地区的众多吐司开始疏远朝廷。 公元1052年,农志高在广西爆发大规模叛乱。 虽然几年后被狄青平定,但中原王朝的薄弱也在安南面前显露无遗。 趁着宋朝自身疲于应付的机会,安南国侵占了北宋边境的大片土地,京族三岛便是其中之一。 雍州屠城事件发生在1075年,当时出任雍州之州的是近世出身的苏坚,苏坚看出交纸国的狼子野心,苏坚多次写信给上级汇报情况,并提出缓和边境局势以及增兵驻防的对策。 但是军没有得到支持,当时整个广西的军队只有一万人左右。 作为宋朝南疆屏障的雍州更是仅有区区两千多人,几乎是一座孤城。 公元1075年,交纸国派兵十万人,水陆并进攻击雍州,两千多人的正规军加上临时募兵对抗十万军队,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雍州军民坚守了42天,无人叛逃,直到淡井两局,苏坚及其36位家人自杀殉国。 在雍州军民的顽强反抗下,交纸军队也损失惨重,死伤超过一万五千人,恼羞成怒的交纸军队破城后,开始屠成泄愤,六万多无辜百姓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宋军后来虽然收复了雍州,将交纸国军队驱逐出境。 但在交纸国战败和宋朝议和中,宋神宗竟然把京族三岛犹如一个烫手山芋,拱手送给了交纸国,京族三岛由此成为了越南的飞地。 京族三岛成为越南飞地维持了八百多年,越南京族也因此逐渐成为三岛的主要居民,直到1885年,中国和法国签订了中法合约,京族三岛才重回中国版图, 但京族作为原住民继续在三岛生活。 时间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越南爆发反美侵略斗争中,处在战争中的越南面对中国这个强大禁令。 开始示弱示好,请求中国暂时借给他们京族三岛作为抗击美国的据点。 其实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为支持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我国就曾将京族三岛借给过越南。 我国本着友好邻邦的态度,再一次同意了越南的请求,将京族三岛第二次借给了越南。 但谁知在越南抵抗美国侵犯成功后,胜出来不该有的觊觎之心,开始耍赖不归还京族三岛。 小小的越南为何前去后宫,态度发生逆转呢? 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和前苏联关系恶化,前苏联开始大力支持援助越南。 抱上前苏联这个大腿,越南开始飘飘然,准备借着前苏联的威风向我国要舞扬威一番。 京族三岛虽然只有二十八平方公里,但对越南和我而言都非常重要。 如果越南占据了京族三岛,那一步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北部湾,掐住了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导。 同时,北部湾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也是越南人眼里的一块大肥肉。 越南的奸计岂能让它得逞,国土问题寸步不让,面对越南这种言而无信的小人做法, 我国没有姑息,直接打了过去。 中越自卫反击战后,我国收回了京族三岛。 自此,京族三岛再一次回归我国,京族也成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 早年的三岛人际罕至,并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来自越南的京族迁徙到了这里,京族三岛也因此得名。 不过因为三岛都是沙岛,并不适合耕作,所以从陆地迁徙而来的居民很快就转换了生活方式, 并且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套海洋民族的全新传统。 其中一大特点就是,三岛的京族尤其重视于海洋的和谐共处。 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有镇海大王、海公、海婆等多位海神,在传统信仰里, 他们能保佑出海的渔民平安归来,给信徒赏赐丰富的渔业资源。 同时,三岛的形成与发现也跟诸位海神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传说里,京族的祖先是跟着渔群来到了三岛,至于三岛本身, 也是镇海大王斩杀的蜈公经所化,正因为这位海神的地位是如此崇高, 所以还有一个专门的节日哈捷来供奉镇海大王, 这同样是京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 在京族传统中,女性是很受尊重。 因为男性要出海打鱼,常常是九处不归, 这个时候,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主人,能操持家中一切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主见能干的女人非常受欢迎, 女人当家也就成了三岛的常见现象。 而身处浩瀚的海洋之中,京族人更能感受到个体的渺小, 在大海的高深莫测面前,更让他们懂得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所以,在京族的鱼歌友共同发誓相帮助,集中捕捞分鱼虾的歌词, 强调各种捕获见者有份,显示了村舍之内同进退,共患难的团结氛围。 在三岛渔村中,各家会共同推举一位经验丰富网头,专门来带领其他渔民出海捕捞, 而网头虽然身居领袖的位置,在收获之后并不比其他人多拿, 这体现了京族社会中一种朴素而珍贵的平等主义价值。 不过,海洋虽然富饶,但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主粮、衣物和一些工业品,还是得从陆地获取, 所以京族向来有对外贸易的传统,这也让京族十分重视与周边汉、壮、姚各族友好关系, 并积极吸收融合各族文化。 比如,京汉节一歌里有歌词唱道,一代春秋功在汉。 吴民与汉原非莫生客,这种坚收并蓄的开放思维,也是海洋民族的特点之一。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虽然京族和今天的越南人同出一脉, 但是多年来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在文化和传统上已经相距甚远了, 那些认为京族就是越南人的看法,可以说相当狭隘,而且违背事实。 可以说,拥抱了海洋的京族,在中国走出属于他们的独特道路, 而这条道路和三岛一样,都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京族三岛的面貌同样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在地理上,三岛因为围海造陆都成为了半岛, 这也让三岛与大陆的联系更为紧密。 相信在未来京族三岛还会不断进步发展, 并且还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支独特的海洋民族。 是一支撑的海洋民族,中国还有一个地方。 我现在是一支撑的海洋民族, 如果我们有轻人来看看,我们有点准备的海洋民族。 我们我们一支撑的海洋民族。 我想,我们不能够的海洋民族是一支撑的海洋民族。 我们不能够的海洋民族。